台北电影奖评审团主席曝光。楼野开心再来台。 楼野担纲今年台北电影奖评审团主席。 图北影,201803.14。 2018第二十届台北电影节,即将在6月28日至7月14日展开,备受瞩目的双竞赛金。 14日公布评审团主席名单,台北电影奖评审团主席由中国导演楼野担任,而国际新导演竞赛评审团主席则由台湾新电影保姆剪接师廖庆松担任。 楼野以颐和园,春风沉醉的夜晚,浮成迷世,推拿等电影,受到世界各打赢展与观众的喜爱及肯定,更被视为中国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 他与台北电影节也结缘甚早,2007年曾担任台北电影节国际青年导演竞赛的评审,2014年也带助推拿来到台北电影节放映。 近期他能结束新片蓝心带剧院的拍摄,这次再度接到台北电影节的邀请,他说,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够再次为台北电影节工作,期待能在台北看到更多好电影。 廖庆松是本居国际新导演竞赛评审团主席,图北影,20101803.14。 至于廖庆松则是侯孝贤导演的长期工作伙伴,近年也频繁与新锐导演合作,包括黄西强尼、凯克、契约军纪录片徐自强的练习题等,陪伴许多电影人度过创作初期的摸索时光,亦致力于电影教育与经验传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